八路军三大主力师,为何摇摇武师发展的最好? 兵强马壮,血统纯正,强将手下吴若兵,三野,四野,华为野战军主力,皆是由摇摇武师发展而来。 1937年8月22日,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有关协议,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, 中国共,能红军处于陕北的主力部队,由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。 1937年8月25日,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,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。 9月12日,八路军的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盘军。 但更名后,八路军方面仍主要自称为八路军。 八路军三大主力师,摇摇武师,全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摇摇武师。 主要由红一方面军及中央红军改编而来,市长林彪、副市长叶荣真、正讯处主任罗荣环。 摇二灵师,全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灵师。 主要由红二方面军改编而来,市长霍龙、副市长萧克、正讯处主任官向尹。 摇二九师,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改编来的,市长刘伯成、副市长徐向前、正讯处主任张浩。 这三个师里最出名、发展最好的是林彪、宁荣、真帅领的摇摇武师, 这支由井冈山一脉传承下来的部队,跟正苗红、作风顽强、战力报表。 以政治过应,敢打凯拼、威震四方,号称火龙之师, 先后参加过平行关之战、梁山歼灭战、广阳战役、八三局一等重要战役。 夭夭,武师更是被称为八路军第一师。 同夭夭武师也走出了一大批开国将领, 其中获授元帅贤者三人,林彪、聂荣贞、罗龙环。 大将贤者两人,徐海东、黄克成,并武上将十二人,中将三十五人, 加上少将全部有四百多人。 日本防,未听在战后编印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, 便如此评价1150的战斗力。 在装备远去于己的情况下,与日军可以达到一比一的战力。 抗战中哪个是根据地发展的最好,部队扩充的最多? 毫无疑问是1150,山东跟距离何近? 查记跟距地都是1150开辟的, 无论面积、人口还是军队数量都是第一。 三个主力师后来的发展也差别甚大。 1290发展成后来的中原野战军, 及第二野战军,经历过中原突围,挺进大别山。 虽然意义极其重大,但是损失也很重大。 战斗力严重削弱,一度不敢和国军主力硬刚。 而1150的壮大速度,只能用恐怖来形容。 后来的四大野战军及华北野战部队都与1150有关。 解放军五大野战军里面, 华北野战军是从聂荣珍带领的1150人马, 基础上发展而挨。 华东野战军及三野, 是由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边而成。 山东野战军基本就是1150发展而挨, 战比可以说高达一半, 东北野战军及四野, 是抽调1150发展的6万山东八路军, 和新四军第33万多人与其他部队合计11万古范, 发展起来的, 后来又从禁察纪军区拉了8万部队过去。 山东八路军是1150发展的不用说, 新四军第33是1150344旅, 和新四军其他部队组成的。 禁察纪军区是1150发展起来的。 四野从野战军司令园林, 标道各大纵队司令, 基本都是1150的人, 一野, 七北野战军应位置与职能的独特性, 所以关联稍微小一点, 但是也有部分1150的人员, 1150的教导四旅等部, 后来就改编成了中原野战军, 及二野的部队, 这两只野, 战军中1150比重算是比较少的。 用一个词来形容1150极为合适, 兵强马壮。 为什么1150后期的发展最好呢? 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。 一、中共中央对于三个市的任务分工不同。 120师驻地主要就在西北地区, 保卫党中央, 阻止日军度过黄河是其主要职责。 当地地广人稀, 经济和粮食都是大问题, 所以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, 120师都不是那么的出彩, 基本都是些小战斗。 1290驻地在华北, 作为主力于日军作战, 恶战大战比较多, 其战略目的其实与120师有那么些相似, 在发展的同时, 阻止日军西进, 捧卫中央的安全。 115师属于外围作战, 而且进行了多次的分兵, 一部分在山西, 一部分由聂荣针带到河北, 一部分由罗戎环带去山东, 三处发展壮大的速度自然更快。 换句话说, 120师和1290都是保护中央的盾, 而115师则是开拓进去的牢。 115师没有后, 顾知优, 这点上市的优势。 2、发展区域不同。 1290主要在华北, 恰恰是日后大力侵略的地区, 基本都是在前线, 所以发生的战斗也最多, 这辆一来也就无可避免的自身伤亡大, 像苏京成、 范子霞、 陈元龙、 叶成焕、 邓永、 要等高级干部也在战斗中不幸牺牲。 且1290根据地的发展条件, 也不如115师。 3、 115师领导水平高。 并不是说其他两个师的领导水平就不行, 只是比较起来115师要更好,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十大元帅当中, 115师出了三大元帅, 林彪的军事指挥能力自不用说, 党内无出其右, 而且是能不当一面, 可以党、 正、 军一把抓地率踩, 有为中共决战和精烈东北为其证明, 逆龙真、 如荣环虽都不适宜, 军事文明, 但他们在搞正攻, 发展方面更为出众, 所以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干部。 战略梯队健全, 这些干部就像种子一样, 出去单干后遍地开花结果。 115师的领导力在后面的解放战争中也能体现, 东北野战军摆乱雄兵, 3大战役, 东北野战军就打了两个, 一路从东北打到海南, 立下开国第一攻, 极为正名。 感谢观看,